末日会以何种姿态降临世间 人类灭绝地球无恙 灾难的到来竟只是神的一场闹剧 人类还没来即感受恐惧 神手竟直接当场分离 杀戮是神变强的最快途径 灵魂的吞食 鲜血的吸力 在这些讨见人命的神眼里 不过都只是他们达成目的的工具而已 而在此之前 他们也只不过是一介凡人 每日都需要经历战争硝烟带来的未知恐惧 他们通过某种仪式 通过先进的科学力量 将战败后的俯怒当成祭品供奉 而这场实验最终没有人知晓结果 这些丧尽天良 泯灭人性的人类 在某天突然凭空消失 甚至当年无法确定 这些人到底是否存在过 可关于他们的传言却流传至今 那是在黑暗中诞生的13个超人 如若回归 其世界将破灭 故绝不可允许他们再来 难忘这群人的真正原因 竟是在这21年的时光里 知道他们存在的人 几乎早已死亡 就在新时代到来 人类文明进入全新时代之际 这群恶魔竟在此时全员登场 以四山胜腔骑士团之名来达成所愿 他们的到来意味着毁灭 这座名叫《周访人士》的城镇 成了他们伟大计划的祭品 这里的人类将被献祭生命和灵魂 以此来启动大型魔法阵 黄金炼城 届时骑士团将会彻底脱离凡尘 实现自己的愿望 而自从这群魔鬼出现 周访人士就开始频繁出现 无差别 断头 一位名叫藤井莲的男孩 吹梦到自己在断头台被斩首的噩梦 当她惊醒后 那份恐惧能就引到在大脑中 久久无法忘却 这个噩梦只要连坐一字 现实中就会有人被断头杀死 当莲和学姐讨论起这件事时 学姐却表示自己见过杀人现场 然而描述的语气却有些轻描淡写 嘴上说的恐怖 可天却无法从学姐身上看到一丝恐惧 在深夜准备回家时 她看起一位外表冷酷的女人正与学姐交谈 擦身而过进入一种莫名不安的情绪生计 学姐表示并不认识她 这是一个稳妒的陌生人 那连自己都不知道 她早已被卷入一场战争中无法脱身 当她又一次被噩梦搜摩的展场反撤时 睁眼却发现自己正身处杀人事件的现场 而周围却空无一人 她不敢置信自己竟是杀人凶手 可下一秒 一股强烈的危机感让她迅速朝后退去 只见一男一女突然凭空出现在连着身前身后 戏谑地询问人是否他杀 是否受水银之王命令 可连完全不懂到底发生了什么 人真的是他杀的吗 水银之王又是谁 而连的痴神让男人有些恼火 竟当场将他踩在脚下 随后更是一脚踢出 恐怖的一刀让连瞬间飞出 即便到了这时 连都还未回过神来 男人女人神来也已经没有耐心等他连着回答 是不是他杀的已经不重要了 现在他们改变主意 就让男人挥出重拳打算杀死连时 死亡带来的危机感让他下意识地躲开 而这时的连也总算回过神来 当他举起拳头应战后 他才知道自己有多么愚蠢 因为面前的男人根本就不是人类 不管如何攻击都无法伤到他分毫 甚至自己的拳头和大腿都感到碎裂的疼痛 实力的悬殊让连似乎只有等死的情况 也看到无法躲开的拳头就要朝自己打来 连万万没有想到 那足以打死一头牛的恐怖地道 竟被自己先前遇到的冷酷女子徒手抓住 来不及多想 他就被另一个女人催眠浑水过去 等他醒来后对刚刚发生的一切充满疑惑 当然想将先前发生的一切都当成一场梦 可当他再一次看到两位女人后 他知道自己卷入了一场无法逃脱的纷争 两位女人也都是十三圣枪骑士团的成员 盖迪是骑士团黑猿桌第八位 英景莹是骑士团黑猿桌第五位 从英景莹口中连了解到了一些情况 这些似乎是被水银之王选中的人 而骑士团为了可以前往英宁殿 就必须与强大的敌人战斗 来证明他们的荣光 当然对于十三骑士团的成员来说 追悔一座校园都用不到十秒 在地球他们就是无敌的象征 所以他们需要亲自培养一个强者来打败他 而被水银之王选中的莲就是他们的目标 只要打败莲就能实现骑士团的伟大愿望 而英景莹就是负责让莲变强的指导员 所谓十三骑士团也都能救还只是人类范畴 但是因为掌握了被诅咒之物 所以他们可以吞噬人类灵魂和生命力 以此再增强自己的实力 普通的炮火根本不足为惧 只有同样拥有圣遗物的人 才能让他们感受到恐惧 而莲的圣遗物是古老的断头台 其能力是类似刀刃切割 但他不愿意接纳杀戮来增强实力 然而这一切 哪里还能到他来做选择 骑士团还远作第十位红蜘蛛 收到训练莲的指令 然而这个男人却是不折不扣的大变态 喜欢虐杀落者 对于实力不如他的脸百般羞怒 更是在脸的面前肆意屠杀少女 还抓走他的青梅族骂 翔纯 这一幕幕令人作偶的画面 让脸的理智彻底崩坏 他在没有屠杀任何一人的情况下 以自我破坏为代价 竟唤醒了圣遗物的形成 脸的身体竟出现 类似短头台的刀片模样 下一秒 红蜘蛛的一只手臂就被切断 意识到自己激怒了 这个被选中的男人 红蜘蛛立刻操控蛛丝 想挟持湘纯来威脸 蓝鹅在一栋大厦顶楼 主持着一切的臣妇 竟出手斩断蛛丝 没有后顾之忧的脸 利用手刃杀死了红蜘蛛 他的秩序也才明白 必须要跟身边的所有人切断联系 否则自身的麻烦会找上他们 他开始刻意远离湘纯 并告诉他自己和英景莹正在交往 只要能保护湘纯 那么这辈子再也不见 他也愿意 而自从拥有圣遗物断头台后 连续经常在梦中 遇到一位金发少女 当他醒来后 忍不住感叹少女的美貌时 发现这一床边 静躺着猛中情人 一个出生在断头台下的少女 被最邪恶最恐怖的诅咒产生 他每天重复着 渴望鲜血这一句话 生来就不是普通人类 因此他成了人们恐惧的对象 所有人都在排挤他 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而当他被这些讨厌的人触碰时 身手会当场分离 最终少女被带到断头台处行 他生于此地却要终于此地 然而在临死前 他都还在重复那一句 我渴望鲜血 少女最终并没有被猪死 水银之王被少女所吸引 于是出手救下了他 并决定装造一个属于少女的世界 将少女当成女神来供奉 这就是连梦到的少女过去 现在梦中出现的少女竟就在自己眼前 男二连发现少女玛丽完全不安时事 只能凭借本能意识来行动 而玛丽就是连的圣遗物 短头台的具象化 随着连的实力变强 他所能接触的真相也就越多 他往往没有想到 与自己关系甚好的学姐 竟是十三圣枪骑士团的成员 他本可以过上平凡的生活 可就是这骑士团的出现 让他卷入未知的战争中 随时都可能丧命 而因为玛丽的出现 教堂里的神父竟主动找到了连 他竟是骑士团黑猿桌第三席 这次拜访连的目的 是因为骑士团的老大莱因哈特 想看看猎物准备的怎样 已经只想面前这些魔鬼是如何病态 他怕是一定要打败它们 然后面对莱因哈特 他就完全无法抵抗 而身体的玛丽 在感受到莱因哈特存在时 没有任何情绪的他 不知为何竟感到了莫名的心机 为了保护身边的伙伴 连爆发的超越自我的实力 可恰一秒 遥远的天际出现一只黄金巨手 一只巨型骷髅降临人间 这是莱因哈特实力的冰山一角 统帅超过数百万死者灵魂 悔居的英灵战士 而他本能承受连的权力一击 不仅毫发无伤 更是当莲的武器当场破碎 玛丽与莲一分为二 莱因哈特找准机会 刺中了玛丽的胸口 此时的莲已经无法改变什么 只能言诚诚看着玛丽被人杀死 可事实上 莱因哈特并没有想杀死玛丽 而只是单纯想到玛丽感受痛苦 因为断头台是没有灵魂没有爱的 所以莱因哈特要教会玛丽 什么是爱 而此时的莲已经被神父抓到教堂关押 等他醒来发现学姐就在自己面前 看着这个欺骗自己许久的女人 莲今完全省不及气 她看得出学姐与骑士团其他病态成员不同 她或许有不得已的苦衷 而事实也正如莲所想了一般 学姐从来都不想卷入这场纷争 她渴望平凡的日子 但一切都由不得她来做选择 她虽身为骑士团黑云作第六席 可却犹如被操控的工具一样 只能让游人摆布 学姐感到由衷地抱歉 于是哭着跑了出去 随后莲就被神父带到莱因哈特面前 一切的真相都将在这时候解开 莱因哈特表示 他们并不是这个时代的人 而是二战时期的人类 当时莱因哈特被既视感所包围 他总感觉眼前发生了一切 好像似曾相识 就仿佛一直在轮回中无限重复 无休无止意味重复 当莱因哈特确认这一切都不是错觉后 他再也无法体会成就感 解脱感以及满足感所带来的快感 就在他对这个世界充满厌倦时 他却遇到了损淫之王 这个魔术生活了多久没有人知道 不过在他的引导下 军人和罪犯都得到本部属于他们的力量 一共有13人 也就是如今的骑士团黑猿作 而自从与水银之王结石之后 莱因哈特便发现这个世界越发的无聊 所以他认为这不是属于他的世界 既然如此 那么就毁坏掉重新创造 制造一个能出现 让他拼尽全力无法扭转的试探 一个等待他的未知世界 他要终结掉这结石感的存在 营造值得翻语的山峰 讲其征服 莱因哈特的目的跟其他人不同 他自始至终只想结束这该死的解释感 为此他已经献祭了无数人类的生命 可还远远不够 周访原始便是他下一个献祭目标 莱因也总算听懂了这群魔鬼到底有多么的自私 营因哈特完全没把脸放在眼里 将他们这次计划详情说了出来 在周访原始一共有八处灵脉 这是一个巨型圣遗物 黄金炼城 他需要无数灵魂和仙剧来开启 莱因已经没有理由可以逃脱这场游戏 除非他是一个懦夫 他下定决心一定会给莱因哈特所想要的会知 届时将会是这群魔鬼的终结之日 玛丽最终回到莲的身边 而这一次他明显有了人类情绪 会因为与异性接触而感到害羞 在调查清楚八个灵脉后 莲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其中一个灵脉 也就是自己的消源 那里承载了他太多的回忆 他绝不允许有人毁掉他的过去 可等他赶到学校去后 却发现所有学生仿佛被催眠一般 可除此之外却没有其他情况发生 这也让莲松了一口气 但很快他就收到青梅竹马 相纯云南的消息 在家生意红火的酒吧 一个女子正摇曳身姿与男人共舞 可下一秒 整个舞池里的人全部死亡 他是骑士团黑原作第八位魔女盖林 也是最先与莲碰面的成员 就在他兴奋的手舞足道时 一个男人突然出现疯狂开枪攻击魔女 虽然毫无作用 但男人却一点都不着急 即便被魔力的能力吞噬 也丝毫不在意 因为男人也是被骑士感包围的情况 他早已知晓被魔女吞噬 也不会死亡 男人的身份是莲的发小四郎 他在两个月前 与莲打了一家猪猿后 就从此消失 可没想到如今 就会卷落到这场残酷的游戏中 而引导他的人 同样是水银之王 他原本是不可能与莲相识的 但莲却意外被相纯的父母收养 而四郎就是他的邻居 相纯的父亲是一个疯狂的科学家 受水银之王委托 对莲进行培育 莲的亲生父亲是水银之王 但他对自己父亲根本没有印象 因为那时候的莲 每日都要被科学家 才能对待 而解救他的人 正是四郎 他亲手杀了科学家 这一幕也成了莲的心理阴影 而水银之王引导七十团十三人 以及莲还要四郎等人 都只是为了见证这些人 如何创造出他想见证的未知结果 被吞噬了四郎 从水银之王这边知晓进行后 才明白所有人 即便是莱茵哈特 都只是水银之王的玩具爬了 四郎同样不想向纯卷落这场麻烦 所以才会提前弄运他 以至于躲过了魔女的猎杀 看到昏迷的香醇 连感到自责 男人还没等他情绪调整过来 麻烦就找上门来 骑士团的三大战力之一 魔炮青 收到锻炼连的任务 看到那狼狈躲闪的模样 魔炮青对连极为失望 毫不由情地发射纠击火炮射向他 那其事并没有发生 连被击中后就倒立不弃 眼看魔炮青步步紧逼 马力充连的身体内 飞出想要保护他 而下一秒就被踢飞 还被各种残忍对待 看到女神被如此欺负 连的体力又一次爆发出力量 可能就不是魔炮青的对手 很快魔炮青就感到了无聊 由于是开始准备蓄力击 眼看连马上就被魔炮青杀死 骑士团黑远作第十一位修女 急忙让战斗人偶将连 从空中打到香醇休息的那一层 但她赶紧带了香醇逃跑 最终 在魔炮青的攻击下 修女葬身火海中 而连也在逃跑时 产生绝望的心理 可没想到神父竟然会主动找到莲合作 她表示一切的起源都在学姐身上 只要杀死学姐 就用阻止莱因哈特的计划 发出灵脉一旦被开戏 学姐身体就会生出一个恐怖的怪物 这也是为何学姐从未参与战斗的原因 她是整个组织特殊的存在 男儿兄女在离死前改变了计划 当神父转告莲 一定要保护好学姐 对于突然改变主意的兄女 谁不会想看看她的选择会发展到如何 所以才会找到莲爱合作 男儿兄女死亡的消息也被学姐得知 某女一直讨厌整个骑士团最小的学姐 于是不断用这件事凶弱她 而凶弱也是学姐的曾祖母 她原本有两个孩子 其中一个必须选择作为骑士团的忌疄 而经此投发的孩子 是打印哈特的血脉 兄女会取她的能力 所以选择进发孩子作为忌疄 而保留了另一个孩子的性命 兄女之所以加入骑士团 原本是为了可以复活那些被她杀死的孩子 她曾经不断尝试研究 人类如何获取超能力的实验 其中有太多孩子的失败而忘 男儿魔力的嘲讽还未结束 她的肚子就突然赚出一个人 原来是被她吞噬了四郎开膛破肚而出 当当魔女就想逼临死亡 但是刚逃出虎口的四郎 却又被骑士团穿刺宫发现 不过两人并没有分出胜负 因为那因哈特最后的三大将之一 史莱波出现了 她直接杀死了穿刺宫 然后任由四郎逃离战场 她表示等魔女死了 她会找到四郎报仇 因为魔女是她的爱人 看着倒地的魔女这般惨状 她竟没有半点怜悯 反而补刀杀死了她 而造成她这病态般能学的主要原因 都来自于她的父母 亲生父母把孩子当成赚钱工具 只要生下是女孩 就会被送到青楼工作 可惜史莱波却是男孩 为此父母从小将她当成女儿抚养 多余的东西就得拿掉 不听话就没饭吃 所以史莱波很努力地赚钱 个最终换来的却是妈妈的唾弃 只要史莱波越听话 打扮得越美 妈妈就会变得越焦躁 甚至最后开始大骂史莱波 是一个变态 可把她变成这副鬼样子的 都是妈妈 她最终精神崩溃 而开始肆意杀戮 无论男女脑哨 她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敌意 所以在看到史莱打败她的爱人后 她竟没有预想中的愤怒 转头就杀了爱人 再计划替她报仇 而这也给史莱很长的时间准备 以史莱、神父、脸 还有殷琪营组成的临时小队 神父会败卖骑士团的主要原因 与她加入骑士团的初衷有关 她本来在战争时期 带着一群孩子逃亡 结果半路却遇到骑士团首领 莱因哈特 她的恐怖实力让神父吓破了胆 不过 只要交出十个孩子 就可以饶她一命 以及其他孩子的性命 神父在内心极度煎熬的情况下 指出了十个孩子 当神父全身沾满鲜血后 她的精神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诺诺的性格 让她在内心深处 种下了复仇的种子 她可以不择手段 所以即便是殷吉营的哥哥嫂子 她也会毫不犹豫地杀死 只因为他们会妨碍到神父的计划 本来组成的小队 却因为这个秘密而导致破碎 殷吉营愤怒地朝神父攻击 没想到神父的能力 竟是莱因哈特的身体 省残悲 殷吉营的攻击完全不起作用 她为了得到这个力量 付出了许多 对于当时的无能和诺诺 她认为只要成为最强 就能反抗 而在神父的认知中 莱因哈特就是最强的 所以她的能力便是 莱因哈特那无法破坏的身体 但神父的最终目的还是学戒 只要杀了这个机品 就能阻止莱因哈特的计划 可眼看攻击就要射中学戒 魔炮卿却改变了神父攻击的轨迹 骑士团三大将来了两位 连钢铁之手都降临在这里 魔炮卿的攻击对神父不起作用 但钢铁之手的攻击 却能无视防御 虽一段时间内 没办法杀死神父 但魔炮卿看出 挡在一旁昏迷的香醇 似乎也是神父计划的一环 原来香醇的身世也不简单 只要学姐一死 黄金炎城所需的祭品 就会变成香醇 借时魔法正启动 就可以封印莱因哈特 可笑的是 唐安补禅 黄雀在后 神父的计划 全都被莱因哈特感知到 钢铁之手成功击杀了神父 而当神父阵亡 他身体内封印的无数英灵亡魂 就会席卷整个城市 届时就是莱因哈特降世的时刻 也是学姐被当成祭品的时候 殷金炎似乎到此时才发觉 自己好像被骑士团们耍得团团转 因为她加入骑士团的墓地 只想复活哥哥嫂子 可从眼前局面来看 这个墓地似乎根本不可能达成 而黄炮青也告诉殷金炎 所谓的死者复活 只是让死者复活成为战争英雄 然后继续发动战争 而这些英雄 只是莱因哈特 创造一个充满战争世界所需的棋子 这个情况让殷金炎感到绝望 他复活哥哥嫂子 自己不惜卷入这无尽的黑暗 可到头来却只是一场笑话 莫抱青完全不把殷金炎放在眼里 即便知晓真相 想要复仇 也得有实力才行 殷金炎被踢到一旁亮着 后来被连和四郎他们找到 可神父阵亡 殷金炎也失去了战斗的斗志 即便如此 莲依旧没有放弃 他只奢求殷金炎 不要再练及旧情给他们添乱就好 可在殷金炎和一起 先前大家一起嘻嘻胡闹的场景后 他真的好想好想过场普通人的生活 情绪无法控制的殷金炎直接扑到了连的怀里 他决定用他的力量力所能及地帮助连 大战已经不可避免了 以莱因哈特为首的骑士团正式出征 这是一个照面 连三男就直接被打飞 而学姐更是已经被当成祭品 开始慢慢被吞噬 黄金炎城正式启动 看到这一幕的连不禁落下眼泪 但只要还有机会就绝不放弃 可爆发的全新力量 仍旧不是莱因哈特的对手 因为有其他事要做 他们钢铁之手当连的敌人 而殷锦银也在面对魔炮青时 决心了全新的生遗物 那把魔剑让殷锦银充满了自信 即便知晓这是魔炮青制造的兵器 可他能抱着粉身碎骨 也要拉着魔炮青一同躲入地狱 在魔炮青眼里 他永远都不是自己的对手 而就是自分自大 让他最终摆在了殷锦银的手中 而四郎与世代博战斗 因为逼出了他的悲惨过去 导致他的精神开始出现问题 最终也无心在战 而是沉浸在过去的陪同之中 四郎真希找到机会 杀死了他 而钢铁之兽与连的战斗 也进行到了白乐化 连的前世与钢铁之兽是至交 可罗金鼻子却都不认识对方 但在不断战斗的同时 他们的民魂开始互相牵引 连还在玛丽的加持下 获得更强大的力量 钢铁之兽 从战争时期到现在从未战败 他渴望在战争中战死 却从未如远过 而鲁金却被连亲手斩杀 莱因哈德的计划并没有实现 因为连鲁金的实力与他不相上下 他们传说到另一个世界 最终被水银之王阻止 他是真正意义上的神 而他所做的一切 全都只是为了让玛丽 能解体自己成为神 这个世界 只有一个人能成为神 而鲁金达到这个条件 却足足有三个 玛丽从出生就拥有神的力量 可却没有感情 是莱因哈德给予了他爱 是莲给予他情感 为了让玛丽成功当上神 连与莱因哈德爆发最终决战 结果自然是莱因哈德落败 他口口声声说自己贯彻的是爱 可想打造一个充满战争的世界 要如何创造爱 并且他为了达到目的 连亲生孩子都能献祭 他忽视了孩子的想法 并没有将自己的法则观测到底 可虽然面临死亡 但莱因哈德对于这未知的结局感到有趣 他不畏惧死亡 一切也算死得其所 既然是过后玛丽当上了神 年的时间从此停滞 他拥抱青春长生不死 而乡村也已经变老 本来成神的玛丽 似乎是无法与联在一起的 可是在病房里 却出现一位乡村的学生 她的外貌与玛丽无异 互相看到双方的彼此 都莫名流下了泪水 而在天上的玛丽 看着这一幕 竟不自觉地笑了一下 故事结束 翻名《神怒之日》 这是一部剧情非常凌乱的老翻 全面制作的费用 基本都是靠众筹而来 故事设定其实非常庞大 可想在时期期内描述好 就很难把控节奏 必须从头看到尾才会稍微明白 所讲的故事内容 可看到结尾才会发现 前面有铺垫的宏伟世界观 竟是水影之王智慧神 设计的一场曲 由于是游戏改编 在宣发时很多人备受期待 可对于没有玩过游戏的人 这部番局对观众极为不友好 可如果你能耐心地继续看下去 会发现并没有那么糟糕 因为设定是在第五集左右 才开始交代 但前提是你必须坚持看完该头 那些让人很难以理解的剧情 可熬过去 就会瞬间明白故事的主题 这种作品真的很难做好 并不能全快制作组 毕竟经费有限 可如果能好好搞 可能感觉以这设定和世界观 绝对可以称得上神作